随着防疫措施 市面的经济活动逐步恢复 楼市交投亦明显回升 但整体而言 入市者仍以用家为主 因此不要过分幻想楼价可大幅回升 不过从保值角度出发 本港楼市仍远姓大陆楼市 从投资角度亦比投资股票外汇安全 过往多年大陆楼市曾一支独秀 不少港人也因此在十多年前 大力投资大湾区楼市 不过楼市高位 早在两年前已到顶 加上近期的疫情 已令交投几近半停顿 此外 多奸在港上市的房企 长期不间断的停牌 令买家对扣入其大湾区的新盘 甚具戒心 没有比较就难分高下 本港的发展相信遇良好 甚少出现烂尾等类似严重事件 因此港人买楼投资保值 为免风险 也避免扣入大湾区楼盘 近年多以来 港股持续下跌 不少投资者死了心转攻美股 但好景不常 今年初至今 几乎所有知名股票 股价已下跌两成多 因此买美股赚价保值又行不通了 不买美股 买加拿大楼又如何 现在入市似乎风险亦开始大 主因是过往两年急升两成多 加上加国已跟美国加息 未来一至两年调整压力也开始大 今时今日 美加等国的高通涨已杀了身 香港也迟早被波及 为免风险 持实物及现金当然最安全 如不持物业 全持现金 似乎安全 但只持现金不但息口低 加上又要受高通涨所蚕食其购买力 此策略中长线亦不是办法 没有投资是零风险 如果真的出现世界大战 经济出现大萧条 在此情况下 任何投资工具也不能幸免于难 因此面对现金的大时代 资产配置得宜 比如何再赞大更为重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PLA 役谷 USP 7 N